你們現在看到就是 我們的狗狗只要到了入口就會停下來 那牠怎麼知道是紅燈還是綠燈 好問題 牠們不知道 所以現在怎麼辦 對 無論這個時候都是要靠視障者 去聽車流聲電視的 哦 是啊 牠這個牠會不會停 真的會 有沒有那麼厲害 斬馬線 前進 牠應該是遇到入口就停 對 沒錯 所以老師你剛才是怎麼訓練牠過入口就停 前進 前起的話我們幫牠停 然後請多吃一點 等一下在那邊獎勵 之後牠就會知道要在那邊停 很厲害 我小朋友教了六年 都還沒有辦法這樣子陪我走 六年哦 狗狗比較好教啦 狗狗比較單純一點 不會頂嘴 等一下你當我的導盲犬 該停的時候要停哦 好 請去 好 這邊比較窄哦 好害怕哦 咦 這是什麼 哦 階梯 兩階耶 沒錯 你很聰明 你一待會可能要考量一下 騎樓有沒有高度 我會撞到的 目前沒有 因為我跟你的高度有點落差 所以 啊你 對 等一下 你過了我沒過我頭會開掉 頭可以 頭可以 現在頭可以 我覺得我的手都冒汗了 你可以挺胸啦 我沒辦法 我不敢 我不敢挺胸啊 因為 你這樣 拍起來是姿勢很好笑 現在要過馬路了嗎 還沒 我們現在已經在馬路的 在等路口 請去 人類要決定可不可以過馬路 還沒有紅燈啊 已經變紅燈了 剛剛實時開的時候 真的哦 真的 但是現在不行了 那你不會判斷哦 我不會啊 這個要交給你 我感應到了 我通通推你 你不走 我就知道 不行走 所以正常來說 像過馬路啊 如果就事實上者覺得 是可以走了 但是他走了 狗狗發現有危險 他不走 對 會嘛對不對 就會狗會挺 然後這樣就必須要跟他一起挺 所以像我剛剛推你 你不走 就是一個 訓練有數的導盲犬 對 就是一隻合格的導盲犬 對 導盲犬要聰明的 違抗指令 做得很棒 對 有在動腦 那有零食嗎 好 謝謝 謝謝 怎麼樣 外出也不錯吧 我覺得外出很好的 外面可以吃 還有飲料可以喝 對啊 裡面的人可以喝 還有冷氣可以吹 OK OK 感谢观看